治愈患者接连出院 全力救治等你回家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 疫情还在蔓延 但好消息也不断传来 截至2月3号24时 全国已经累计治愈出院病例632例 今天还会有更多的患者治愈出院 疫情发生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患者 保障医疗防护物资公益 努力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 降低感染率和病死率 这是当前防控工作的突出任务 那么这些已经治愈的患者 从发病到治愈都经历了什么 这些经历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几天 一位在工作中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引发肺炎的医生发布视频 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感染和入院后接受治疗的过程 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 我是1月14号病的 当时发烧 中烧38度中 别的医学症上 不留鼻涕不咳嗽 其中心来就打咳 第一个天还好 第三天也还好 我也自己能够走下去做CT复杀 自从CT复杀之后 病情急速我 我有五天没有起床 五天过后 问足疗 那就有希望了 余昌平在留言里写道 讲述自己发病细节和治疗过程 是希望更多人科学清晰的认识疾病 这样就知道如何防范 就不会恐慌 截至2月3日24时 国家卫生健康委 受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累计报告确诊病例20438例 他们中一些病人发现症状较早 在其他患者还没有就诊时就已经住进了医院 对他们的治疗 也是医生一步步了解这种新型疾病的过程 23岁的小吴 早在去年12月底就开始觉得身体不适 然后开始发烧 去年12月30日 他第一次去了医院 去中心医院后务院去哪里检查 说怀疑是肺炎 然后去肺科医院 最后10号的时候拍了个CT 说两个肺都感染了 本以为自己年轻 免疫力好不会有太大问题 没想到几天之内 肺部感染的情况急准直下 在核酸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呈现阳性后 小吴被转进了武汉市金银潭医院 尽管早期发现症状确诊的人数还不多 金银潭医院作为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 已经陆续收治了许多其他医院转来的病人 当时我们这个病区收治的是30个 全部都是这种危重患者是吗 对 在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中 许多人在感染初期症状并不明显 仅仅是有些胸闷气短 但是因为病毒侵袭肺部组织 肺功能受到影响 一些患者短时间内可能会出现呼吸衰竭 这不仅对一些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来说有危险 对年轻的小吴来说也是如此 它的危重体现在哪里 主要是胸闷火缺 当时我们用的最好的一个是看病毒治疗 再一个就是看感染 尽管已经对症下药 但在小吴进入金银潭医院的第九天 CT报告显示肺部的感染还是进一步扩大了 1月19号 这个CT上发现这个消肺 有云雾样的病灶 这个病灶就是病毒感染肺部以后引起的病变 它的同个细痒不能支撑 它这个呼吸的时候 我们给它上来无伤呼吸机 使用无创呼吸机意味着 小吴自己的肺已经不能给身体正常供应氧气 需要借助呼吸机的帮助 此时他自己也感觉到情况似乎越来越差 每次问的话 医生都说先不谈这些 先安心治疗 怕贵怕给我压力吧 当时包括小吴在内的病人们更不清楚的是 作为最早一批接收此次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重症患者的医院 金银潭医院已经满负荷运转了近一个月 满负荷就是病人是满的 我们的医生护士没有一天休息 经常加班到12点钟以后 就在这个时候 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已经集结开始赶往武汉 从1月27日开始 来自陆军军医大学和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们陆续录驻金银潭医院 上海医疗队接管了小吴所在的病区 就在两边医生交接工作时 小吴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金银潭医院的医生特意向上海医疗队说明了她的情况 我们接手还是有呼吸衰竭 她完全脱离两人还不行 如果不吸氧的话还是有那个会衰竭的现象 此时小吴已经住院18天 为了判断病毒对肺部的损害 医生们再次给她做了CT检查 我们是在肺的CT的同一层面上 像从这个对比 这个跟这个同样的对比 它都淡了一点 这个上面 这个广泛的云雾状的 这个已经都部分吸收了 当然还没有完全吸收完全 那这个病人就在慢慢慢慢地好转了 这次检查让医生们看到 此前针对病毒感染的治疗已经有了效果 接下来 治疗的主要目的 就是恢复小吴的肺功能 后面的重症 它这个不是讲病毒的问题 而是病毒早期的造成的肺的损害 继续的调整用药方案 然后相对个体化 这个治疗一点 比如说心理安慰 然后一些抗菌症的调整等等 然后经过这样 我们接受进 医生和抗菌症的帮助 好的 好 回去好好休息 在家里再休息两周 好的 谢谢医生 出院前 小吴最关心的是 这次生病是否会留下后遗症 医生也给出了让他放心的答案 纤维化的病毒 不能完全吸收 但是对他生活是不影响的 因为我们有午夜肺 然后我们的肺功能 经过适当的康复 和锻炼 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体育运动也没问题 根据国家卫健委专家介绍 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肺炎的重症 或微重症病人 占确诊病人数的 百分之十多一些 救治成功率 远高于甲瘤和瘤感 这也得到了 金银潭医院内医生们的证实 在我的病区里面的治愈力 凌强治愈力 应该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百分之九十以上 对 我们也有七十五岁 七十六十岁以上的 通过我们治愈康复的 至少在一半以上 不光是年轻人 我们发现这次的病 如果是从这个肺炎来讲 大部分是轻的病人 百分之八十是轻的 你用点药 也许过一周两周 它这个病毒 慢慢减退了以后 就没有了 肌体也产生抗体了 所以很多的病人 轻病人 大概在一到两周 两周以后 去广大就好了 所以我们希望 广大市民不要恐慌 要科学防治 科学救治 我们在治病的同时 也在进行 今天的极乐医科研的公关 为以后完全攻克这个疾病 再进一步的做工作 在这场与新型病毒 对抗的斗争中 科学的治疗 病人的意志 都是最重要的武器 在他们痊愈的背后 也总有家人朋友 最贴心的关怀 我说下八个饺子 你大概下了十二个馄饨吧 没办法 最后一个没吃下去 下次十个就够了 今天晚餐至佳 量刚刚好 难为你了 我算有口福 将近半个月来 在原女士和老伴 卢先生的聊天记录里 经常能看到先生 这样夸奖自己手艺的信息 卢先生一月初 因为确诊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住进了隔离病房 每天的点餐和点评 就是他病情的晴雨表 就是他每天 我说你吃什么 他就提出来 我想办法给他做了 开始是什么都不吃 喝点稀饭啊 牛奶 你先不来 我现在不想吃 今天是周末 早晨五点 体温三十九度 现在已经吃了退烧药 和吊上针了 我的意思是 今天是关键的一天 决战的一天 烧老不退 令人揪心啊 一月十一日早上 卢先生五点多就告诉他 今天不用来送饭了 这是入院后 他发给妻子的消息里 感觉最糟糕的一条 最危险 对对对 就如果再一直高上去 就不得了的 卢先生已经78岁 当时他和家人都以为 高烧不退是最大的问题 但对医生而言 卢先生的年龄 和他本身的身体情况 却是最棘手的问题 在药物没有很好作用的情况下 医生们给老人用上了呼吸机辅助治疗 当时他配合起来不是很好 改善缺氧的情况下也不是很好 那天那个晚上的话非常的危险 他等于是配合不好之后折探了一个晚上 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个情况非常危险 甚至要考虑要不要给他用 有上呼吸机器管插管的问题 隔离区外的袁女士 并不清楚具体的治疗措施 只知道老伴的胃口越来越差 想吃什么 什么都不想吃 那个时候危险的时候 很危险的时候 什么都不想吃 他着急 那我们就更着急 这是最着急的时候 着急等待的背后是医生的全力救治 几天后 袁女士的手机里 终于又收到了卢先生点菜的信息 买的馄饨莓 饺子 鸡汤 排骨加几片小白菜或大白菜 在超市 如看到黄豆芽 则买只 韭菜黄豆芽烧肉 是我一生之爱的菜 后来就要吃肉了 他喜欢吃肉 要吃饺子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这就是好的表现 晚餐如有鸡汤 可像昨晚一样 下面加白菜 又吃干净了 比茶岗的云吞面还好吃 青菜又多 又吃光了 往多一口饭 这一口恰恰是长胖的 可以吗 随着老伴的胃口越来越好 好消息也终于传来 1月29日 在各项检测合格后 卢先生终于可以出院了 前期的整个被这疾病的一些把握 把控啊方案的调整啊 所以也给现在正在治疗的一些人 给他们带来信息 假如患有同样的病的这个病友 你们应该相信政府 相信我们医护人员 会全力救治你们的 我们一定要好起来的 加油 今天我在外面违反过去吧 摘了那个辣梅 现在买不到花嘛 摘了三枝辣梅 插在家里 感觉一种新的开始吧 军天来了 恭喜你啊 这里靠谱 感谢你 这个病魔并不可怕 一定要有信心 这一切真的是 早期感染上病毒入院治疗的患者 陆陆续续被治愈出院 祝福他们 他们的身体能够好起来 离不开医护人员的救治和护理 离不开患者自己 战胜病魔的努力和信心 他们的治愈过程 为后续的治疗和研究 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在全面动员 全面部署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形势下 经过科学防治 科学救治 毫无疑问 会有越来越多的患者 治愈出院 你们的亲人 在等你们回家 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